好的 感谢天师德 感谢各位前贤 我们上课的时间到了 在这个疫情当头 我们不忘进修 借这个机会充实自己 尤其经典的素养非常重要 也非常感谢各位前贤 能够一起在网路上来上课 最近发现网路上课 可能只有一百多个 然后睡觉起来之后 到了中午一看八九百个 所以可能很多人 想说有空的时候再看 但是先佛交代我们 像这样子在上课 我们一起上 那我们很多无形的 我们的祖先 他也是在这个时候 一起跟我们上 那如果说我们 事后自己看手机 那恐怕就没办法了 所以大家还是尽量的 如果时间OK 我们就一起来精进 那大家的正能量 也可以借这个机会 做一个更大的一种汇集 好 那今天的课程 是我们白羊大写的第三堂课 那这一个 这堂课呢 要来跟大家探讨的是 明德的信中训 还有心明 那明德的信中训呢 总共它有七项光明的能量 我们叫做光明得亮 那这七项呢 是我们明明德 明德这两个字 代表我们有一个光明的德性 那这个光明的德性 要给它释放 那如果要释放的话 要有方法 所以白羊大学呢 他讲得非常好 就是说很多传统大学 讲不没办法讲得非常清楚的 在这个地方 他会跟我们讲 很细腻的 很精维的 教我们一步一步的 把这整个大学最重要的内涵 都让我们能够了解 好 所以呢 信中训 就是把我们这个明德 本质既有的那个光明的能量 光明的德量 把它释放出来 那有七项智慧 好 所谓的信中训 他前面有一个字明 就前面这一半 然后从故这边开始 就是明明 明德 明德这两个 的信中训 好 那第一个呢 瞻前故后 高远至 好 前面这一个明字 我们已经讲过了 好 上次我们讲了这个明的 明德的底训 底训 就这个下面的文字 这叫做底训 这是底训 好 然后呢 今天呢 我们要从这个信中训 信中训就是按照这个字的笔画 那个字的排列 就是按照他的笔画 这样子 这是他的信中训 好 那 我们可以从这边 也可以看清楚 像上次我们讲了这个明 然后最后的笔画 就是来到 瞻前 顾后 人均 到这里 因为这个 明字就这样写的 这样写 然后这样 这样写 对不对 所以他来到瞻前 然后就顾后 人均 然后再从这个 这个德 明德的明字 就从这个地方 这个 人均 子 然后 是彼此故 是彼此故 非自难 非自难 所以瞻前 顾后 人均 子 是彼此故 非自难 就从这个地方 接过来这里 好 所以 明明德的明字 这个的 底训 跟信中信 尤其信中信 是从这个字开始 子 是彼此 故 非自难 那这个地方 是在讲的 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这个 明德 克明俊德的意思 就是首先呢 我们要 是一位 足以 担当重任 能够瞻前 顾后 高瞻 言主的 这样子的一个 仁德 精子 所以我们要 能够把这个明德 光明的 德量 发挥出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 足以担当 重任的意思 而且呢 变得很有智慧 能够瞻前顾后 而且高瞻言主 这个代表说 他很有智慧 处理事情 能够看得高 看得远 而能够瞻前顾后 都能够想得很清楚 的什么 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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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德就是很有爱心的 这样子的一个君子 既有爱心 又有智慧 这样子的一个 又有担当力的 这样子的一个君子 他的条件是 把明德 光明的德量 给发挥出来 这样的意思 好 所以呢 是彼此故非自然 意思是说 他的意思是 不要错过 这个良好的时机 如果我们 故此失彼的话 常常犹豫不决 那措施良机 这样子呢 等到真的 故此失彼 再来后悔 已经来不及了 那就不是一个 真正有智慧的男子汉 所以下面这一句 其实在形容说 我们一定要 晓得把这个 明德的能量 发挥出来 我们已经 得受明示一指点 我们更容易 去发挥它 但是如果错过了 故此失彼 就是犹豫不决 有时候我们考虑太多 我们不敢去做 所以呢 错过了很多的机会 那就不是一个 有智慧的男子汉 非智男 其实讲到这里 他告诉我们说 要办上天的大事 这个不简单 叫做非同小可 很多人说 我只要有一颗苦心 我用苦心去感动人 以前的时代 可能可以 今天你除了苦心 你可能 这个叫做慈悲心 你可能还要有智慧 还要有那一种 慈悲的大爱 智人勇 都要有 那智慧 是让我们能够 瞻前顾后 能够考虑周全 能够很圆满的 去处理事情 所以 要释放我们 心中的得量 第一个呢 就是要先学会 一种周全圆满的智慧 其实这个智慧 就是老母给我们的随身宝 当明示一点之后 那个地方 就是一个宝盒 打开来的 那个关键点 就是明示一点 把我们打开了 我们自身的宝藏 那如果我们会用的话 那个里面都是智慧宝 会用的话 透过二六十宗 一首贤官首贤归零 进入一个清清静静 太可的状态 菩提妙智慧 就从清静中来 这个就是要晓得用 好 再过来 精切禅阳意理 好我们再看 这个明德 这两个字的来到这里 刚已经到这个非智男 那继续 我们就是按照这个笔画来写 就这样子 这样子 然后就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 这样子 所以顾名思义禅意理 顾名思义禅意理 就到这里 然后再来 留心淡赴前程钻 留心淡赴前程钻 因为这个字是这样写的 然后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这样 对不对 所以他就来到这里了 留心淡赴前程钻 这什么意思呢 顾名思义禅意理 就是 如果我们要发挥我们的 内在光明的德性 叫做德量 德量是宇宙间最不可思议的能量 叫做德量 如果我们要发挥的话 不是坐在家里 在那边读书 就有办法发挥 那个是要走出来 待天先化 普度众生 讲道理给人家听 简单的讲就是这样 然后从这当中去锻炼自己 去付出 然后把道理去先扬 可能会有很多考验锻炼 所以这当中就是要成为一个族以待天先化 能顾名思义 而且待天先化不是随便 还要把道理讲得非常清楚 叫做顾名思义 残阳意理 讲得非常清楚 换句话说 来到了 等于说我们明思义点开之后 我们要开花我们的智慧 能量的话 就要多讲道理 这个是在意经大有卦 白羊意 师尊老大人跟我们讲 你要开花你的智慧 就要多讲道理 教学乡长 有时候一堂课上下来 是那个讲课的人收获最多 还是听课的人收获最多 通常是讲课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要准备 而且他还要上台讲 然后在讲的过程当中 他的整个思绪要做一个统整 然后表达要非常清楚 让人听得懂 那都是不容易 很不容易 而且在道长中 讲道理还有一个最好的效果 就是说 有时候先佛给你加灵加智慧 如果我们有那一份真诚的话 我们的那一份真诚 就可以感动天 感动地 感动人 下来之后 你如果讲道德经 人家会说 你好像老子借窍一样 其实是我们的真诚所感 就是说要把意理精准地表达出来 这个是我们要练习的 也要借着这样子来开花我们的智慧 然后能够精准地针对各种名相 给出正确的定义 不容易 现在要度化这个时代的众生真的是很难 因为知识爆炸的时代 手机随随便便都可以查到很多很多的资料 以前我们要跑图书馆 蓝头跑 然后我们可能对很多资讯就不清楚 现在人手机点一点就可以了 所以你要说服现在人 让他愿意来跟你修办到 哇 那我们得要自己本身先对道理能够很清楚的 讲清楚说明白 也就是说 我们还是得要借文字明相 来了解真意 自己了解也要帮别人了解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开发我们的得量 明明德 明就是光明 就是点亮星灯 第一个字是动词 我们都得到了 接下来要明德 明德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 你要多讲道理 借着讲道理来提升自己的智慧 一种领悟 一种理解能力的培养 所以 产阳道理 叫做戴天先化 戴天先化就是要讲上天的道理 讲天理 讲天道 天不言地不语 当然就要靠我们人 靠赖人广宣 所以 第二个 我们要修炼的就是说 能够非常精准地透过语言文字 来表达天地间的意理内涵 虽然这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努力 要不断地努力 我们的智慧才会提升 再过来 修道谨慎 占经心 接下来就是我们刚刚那个 流星淡赴前程传 好 那 这个流星就代表战战兢兢的心 我们要开花我们内在的光明能量 光明的得量 一定要 很认真的 而且是战战兢兢的 不要马马虎虎这样子 淡赴 淡赴就是日夜 引申为时时刻刻 时时刻刻都要很小心 这就是修道人应有的战战兢兢的心 战战兢兢的心 那培养一种战战兢兢的心 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好 也最安全 因为你会很谨慎 很小心 所以我们 这个天人公 发誓天人单位的前人 智德大帝 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 一个 也很慈祥的一个长者 我们以前 我们的典师常常带我们去 那时候我们 还很年轻 刚退伍回来 是一个学生 那 典师慈悲常常带我们去 有一次他就问到 我们就问到一个问题说 修道要怎么修 问他老人家 那他老人家回答说 修道呢 要却对我走 要如抱骨瓶 刚开始我们听不大懂 然后他就解释 他说就像你手上抱着一个骨董 的那个瓶 也是那个瓷 瓷器或是那种烧出来的 那个骨瓶 那个骨瓶有的是价值连层的 但是那个瓷器烧出来的瓶子 一不小心如果掉下去 掉到地上就会碎掉 所以你如果抱着一个价值连层的骨瓶 这个古董级的这种骨瓶价值连层 那你会不会很小心 你一定非常非常小心谨慎 他说修道就是要用这种态度 叫做战战兢兢如临生烟如礼薄冰 时时刻刻小心谨慎 尤其对自己一定要要求很严格 严以立即 严以立即意思是说 随时刻刻站在兢兢不能马虎 一言一行一挤一动 也是在前面的人人家都在看 所以我们要开发自己的内在的光明的能量 一定也要很用心 而且要战战兢兢不能放松 而且要小心谨慎 时时刻刻 不管有没有人看到了 都一定要谨慎小心努力 好再过来 出离凶选的人世间 再过来我们刚刚是到这里 前程传 凶也知足短隔气 焉在玄毁人世间 凶也知足短隔气 焉在玄毁人世间 先了解一下 凶也代表的是什么 凶也就是代表我们灵性流露人间 所处的境地是一个 遍地充满的豺狼腐报 很危险很危险 一不小心就被生吞活泼一样 所以我们来到人间接受锻炼 还要学会治理这个世间 那你看这么危险 世间充满的豺狼腐报 怎么办 叫做凶也 所以当年老母 在我们要下来的时候 给我们两样 两样重要的东西 第一个叫做合同 合同就是跟我们约定 在三期末节的时候 会垂降金线 那个金线就是 让我们有一条回天的路 叫做天花老母垂翼线 另外 我们要来人间接受锻炼 不能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要靠什么 以示老母就给我们一个随身宝 然后这个随身宝 就在明示一点的时候 把你打开来 但是打开来要会用 会用的话 我们就不会在这个 充满着豺狼虎报的凶也 给迷失了 甚至流落人间 就流浪生死 回不了 不会 要会用 凶也知足短歌气 知足就是心中犹豫不绝 你要走不走的样子 要行不行的样子 要修不修的样子 要办不办的样子 知足 短歌气 短歌就是 古人随身携带的一种 护身用的短兵器 把自己的 护身用的都丢掉了 那就是 来人间迷失了 走在胸野 不知道该用自身的宝 还把唯一的 护身的短兵器都丢了 你看 都危险 所以 来到第四项 智慧 就是要我们人了解 来到人世间 守处的危险 有充满了各种诱惑 好比在 私器 护身 利器的情况下 这个 短歌气 焉在 玄回 人世间 不要在 人世间继续轮回 玄回就轮回 就好比说 私器的短身的利器 在危险的胸野 这个时候应该要了解 自身的危险 不要再犹豫不解 不知走壁 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 一定要发挥我们的大智慧 好 其实呢 所有的这些考验锻炼 都是成就自己的 只是不要被考 考验锻炼给 打垮了 这样 虽然 这是一个凶语 如果我们晓得 用我们的智慧 他刚好可以磨练 我们的大智慧 刚好可以磨练 我们的德性 只是我们要知道 这个危险 那不要陷到里面去 出不来 这样就好了 你知道这个危险 知道自己是要接受锻炼 那就不会有麻烦 而且他晓得 把自身的宝藏拿出来用 因此呢 千万不要再徘徊人世间 生生死死的轮回转 一定要懂得 访求明师指点 访求明师指点 就是回来佛堂 佛灯一点 天花老母垂翼线的地点 就在佛堂 有天命的佛堂 明师一点 就接上了这条线 这条线呢 从老母 主师 师尊师母 道长 前人 典传师 讲师 谈主 这样一脉下来 这条金线 最重要就是不离佛堂 好 这样就可以得出 出离生死的法门 就接到这条金线 如此才能达本还原 归根 任母 这个母智 跑掉 所以 第四个 释放能量的方法 就是 要知道世间的危险 知道人生的可贵 知道修道的重要 这有三个知 有这三个知道的话 那才是要做觉 觉醒 就人生的觉醒 首先要知道 生命的短暂 就是这个肉身 总有坏的一天 另外要知道世间的凶险 还要知道 得一个人生的可贵 更要知道 能够得受真道 那实在是太可贵了 得到就要知道修道 要知道修道的重要 好 再来 了悟人生的真相 好 我们再继续看 这边 从 刚刚是来到 来到这里 世间 然后从这边 命穷运船 所以说这里 命穷运船 日焉之 日焉之 会是 这边 会是逢 因为 明是这样 这样写 写过来 这样过来 这样过来 这样 日焉之 会是逢 然后就来到这里 徘徊 徘徊 非险 徘徊 徘徊 现在要来到这个德字 来到德字 命穷运船 船 应船 日焉之 会是 会是逢 徘徊 徘徊 非行 这个船 命运的乖船 就是困恶不顺利 错误 违背 违背道 命穷 命运 很不好 很穷困 其实 命运 为什么会变得 很穷困 其实 按照 《易经》的说法 就是说 人如果品德 败坏之后 就是我们常常 做一些 败坏品德的事 我们 这一生的命运 就开始 往 不好的方向走 这个运 就船 船就是 就越来越困 困恶 越来越不顺利 所以 为什么修道 是最幸福的事 因为修道 我们就不 就晓得说 不要随便乱做一些 不好的 不对的事情 那 尤其品德很重要 要守好 一个人的品德 那 《易经》告诉我们说 一个人会败坏 是从他的品德 败坏开始 当我们品德败坏之后 这一辈子就开始 往不好的方向走 就很多很多 不好的事情 就会发生 一些不好的事情 就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有时候 我们不要怪上天 好像 倒霉事情 都发生在我们身上 其实应该想一想 还行一下 是不是 我们 常常 做一些违背天理的事 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以为人家不知道 那其实天知 地知 我知 别人虽然不知道 有一天可能也会知道 最重要的是 天如果知道 我们就会越来越不顺利 越困恶 日焉之 焉之就是说 日薄西山 人事已高 年事已高 生命将近 所以一个人 年纪越来越大 命运越来越不好 运越来越不好 那是怎么回事 怎么年纪越大 运越不好 那就是 在年轻的时候 在中壮年的时候 常常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不晓得修 德 所以一个人 什么都可以缺 但是不能缺德 这个德很重要 越有德性的人 当他年纪越大的时候 他的晚年 就会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会 非常非常受人尊敬 因为一个人 我们有钱不见的人家 会尊敬我们 人家会尊敬我们 是看我们 这个人很有德性 他才会尊敬你 所以一定要修这个德 晚年就会非常好 年轻的时候 父母亲还在 我们没有把孝顺做好 到我们晚年的时候 小孩子也会 像我们当年 对我们的母亲 父母亲一样 对我们 那你就会觉得说 哎呀 为什么 小孩子这么不孝 命运为什么 自己变得这么不好 其实 还行起来 一定是自己做 以前做了不好 所以 为什么说修道 是最幸福的一件事 因为 我们的 因为我们都是 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就会越来越好 我们都在 好的 这个正能量的 这里面 当然就越来越好 如果我们常常 做一些不好的 或者是存心 起心动念都不好的 然后也做一些 伤风败德的事情 虽然没人知道 但是命运也会 越来越不好 好 所以呢 会是逢徘徊灰行 所以刚刚讲到说 克明静德的 第五项修炼 就是要了解 人生的真相 要有了解 人生真相的智慧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要度化众生 我们要了解 众生的问题 尤其 人生 不如一世 十三八九 很多人命运 乖船 乖船 那 有时候我们要怎么样 去开导他 引导他 我们自己本身 一定也要很清楚了解 人生 是短暂 稍纵即逝 那我们怎么去把握 人生 然后要小的修 修道 修半道 不要等到 日薄西山的时候 为时已晚 所以这边就讲了 因此呢 今日有缘 逢此佳起 得受千古不清传的 真理大道 就要懂得 把握佳起 良才好好的修 修 其实最重要是修自己 修自己的不圆满 修自己的不合一道的 那些言行 让自己的生活越来越有道 其实修是为自己好 也就是让自己的生活有道 做人有德 如果没有透过一个修炼 人天生 很容易偏离这个道 因为我们太容易被外界诱惑 外在的一切形形色色 很容易诱惑我们 因为人都有很多的欲望 那欲望呢 就是会容易受外界的引诱 所以一定要懂得 好好地修自己 然后让自己呢 能够往好的方面 来发展 千万不要徘徊不前 所以 第五个部分就是说 要知人生真相 知生命无常 知精进修行 其实这些都是一种智慧 人的智慧如果提升了 他就知道人生的真相 他就懂得把握人生 因为生命是无常的 更重要就是 人如果有智慧 就会晓得要精进修行 以后的人 都会晓得要修 修行 那个人间净土就来了 人间净土的基本条件 是每个人都晓得修 修身齐家 治果平天下 那个修身 好 再来 纯天心化大迁 再来我们看看这个 刚刚是来到这个弦 然后从这个礼开始 礼 然后耍 礼耍小记习德 礼耍小记习德 上 然后 在这里 这个这样子写 然后上 家会相继 化大迁 家会相继 化大迁 这在讲什么呢 这个是在讲 克明静德的 第六项智慧 也是我们第六项 要修炼的 那 千万不要 公移心计 礼耍小记 就是 这个人呢 很臣服很深 公移心计 常常用心来计谋 算计别人 也用计谋来应试 那个心变得很复杂 不单纯 其实修道人 夜修 你会发现 他修的 会很 有那一份 第一 很明显的就是有一个 慈悲的能量 会花出来 另外还有一个 那种太和的 和和气气的 那种和善的能量 也会出来 还有那一种真诚 很容易就会流入出来 那如果我们 在修的过程当中 我们常常用 我们的心计谋 用心去计谋一些事情 然后呢 就好像人都是 用小人之心 去度金子之父那样 常常公移心计 其实一个真正有修的人 他一看这种 他就知道了 他跟你一接触 他就知道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掩盖不了了 因为修道 修到一个阶段 你可以从他身上 感觉得到 他是不是修得很实在 修得很 那个 我们说 那种道行 道行 那你可以感觉得到 这个人 这种修行 是假不了的 那是没办法装出来的 修得怎么样 人家就可以感觉得到 是成其中行以外 所以我们应该 多培养一颗真诚的心 处处以利益 别人着想 叫做家会相继 利益别人着想 如此必能得到多助 相继就是得到多助 我帮助你 你帮助我 自然会有 自同道合者 一起来努力 计划大千 三千大千世界 都可以去教化 实践人间净土 所以 第六个 修炼就是 我们要多花挥 我们的爱心 现在越来越多的 科学研究证明说 用爱心来过生活 是最聪明的人 就是说你常常付出爱心 你的身体也会很好 心情也会很好 因为助人为快乐之本 然后全身充满了正能量 也会很快乐 另外我们修道人 本来就是应该多花会爱心 怎么说 对没有求道的外面的人 反而非常的客客气气的 对他们很好 非常欢迎他们来 但是对于隔壁的 虽然不同单位 不同道场的道亲 但是大家都是 其实都是一师之徒 一母之子 他们有需要帮忙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要花挥仁爱 见道成道 那这个就是 我们常常会在道场中看到 真的就是 尤其在国外 这种花挥仁爱 济世度众 绝对就是 化人间为净土 所必要的 但是呢 有时候也会发现一些很特别的 就是说 虽然相互隔壁 但是不相往来的也有 分得很清楚的也有 所以 如果我们 懂得花挥仁爱 就不会有这些界限 爱是没有界限 要化人间为净土 化大千就是 一定要花挥大爱 才有办法化大千 好 这个是 第六点 再来第七 深信因果 招呼 获 来 现在来到最后了 这个德 我们说 招呼招获有几 这个 因为刚刚是 来到 这个 花大千这里 花大千 然后接下来去 招呼招获 然后 招呼招获 知有几 知有 然后再来到这里 几 然后 晚化 迷昧 永逸 这还有两个字 永逸 这里有 几这边 先画这一行 永逸 然后再晚化 迷昧 难 迷昧难 这里 感示 颓尾 从这里 感示 颓尾 急 颓尾 急 再望 然后 辞意 顾 辞意 顾腿 辞意顾 顾返 返来到这里 返 公 整天 到这边 好 那这个要讲什么呢 这告诉我们 很重要的 就是第七项 我们要修炼的 就是要知道 祸乎无门 为人自招的道理 这什么意思呢 所以 有时候人 就是一个矛盾 每个人都希望 自己有很多的福报 但是为什么不修福呢 这是 也要才能修福报 然后呢 每个人都希望 自己越来越好 但为什么不做好呢 比如说要常常 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希望自己越来越好 却不做好 不讲好话 不做 不存好心 不说好话 不做好事 那自己有可能 越来越好 所以有时候 祸乎无门 就是为人自招了 自己招来了 都有因言果报了 所以我们一开始 前面有讲到说 人的一个情况 如果我们年纪 随着年岁的增长 好像命运越来越不好 其实也不要怪人 那可能都是 我们以前年轻开始 我们就没有好好的修 修自己 没有多修这个德 没有多做一些 帮助别人 修这个德 多修一点功德 以前都没有做好事 年纪大了 怎么有可能好呢 当然不可能 好 同时我们也要花出义勇心 义勇晚化 晚化迷媚 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些 同样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我们都言胎佛子 世间每一个人 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四海之内接兄弟 他们不晓得 抓到这条金线 能够回 李天顾家乡 因为老母 天花老母垂液线 他们不晓得来佛堂求道 接这一个线 金线 我们赶快要去度他 度他就是 让他能够上这艘法船 佛堂就是法船 能够接到这个金线 将来能够回得了 李天顾家乡 所以这个过程叫做晚化 晚化迷媚 延胎佛子 晚化天下迷媚的延胎佛子 而努力 好 所以第七 要花大悲义勇心 适度天下迷子 当我们很幸运的 我们已经得到修道 而且有一个很好的秋半道的环境 然后有很多观赖我们的前嫌 然后我们也常常有很多很好的兄弟姐妹 还有很好的道理可以学习 那我们就要想一想 还有很多我们的兄弟姐妹 他们都没有像我们这么好的福分 所以有机会应该发大慈悲心 多去晚化 天下有缘众生 然后感世颓违 急在望 慈意固返 攻整天 最后 结尾声中 要勉励所有的白羊先世 要能感受到人世的颓违 老母及先佛急切的心 我们感受到了吗 老母那一份急切的心 因为天地要收束了 要赶快回去顾家乡 期望众生能够醒悟 速速返回顾家乡 所以每个白羊贤士 白羊天使 都富有戴天仙话 度化众生的重则大任 这个 慈意固返 公整天 就是说 我们都有这个重则大任 我们不应该还慈意不解 慈意固返 自顾不前 这样不行 应该要建立其功 赶快 努力的意思 了宴还乡 好 最后 还有这个 类见鸟 金鸟 家 何在 漂泊 类见金鸟 家 何在 漂泊 好 最后一个结尾 六万年来的漂泊 叫做流浪生死 长城苦海 勇施真道 流浪生死就是 找不到回家的路 所以叫做流浪 那生死的意思就是说 在那边轮回 生生死死 世死生生 而且 有时候是四生六道 到处转 所以流浪生死 很可怕的 妄切归乡之路 这怎么不叫老师 为众生泪杀不已 所以叫做 泪见金鸟 家何 再漂泊 这里讲的就是 老师 为徒儿的那一份情 施情为重 泪杀不已 因为老师都非常清楚 我们这些傻徒儿 在人间 有时候 有这么好的机会 这么好的条件 也得了这个道 且不晓得要走 不晓得要回去 里天顾家乡这条路 要好好的走 有时候就是这样 跌跌撞撞 有时候还自甘堕落 你看 那老师看了 不会难过吗 叫做泪杀不已 所以 好好的努力 好 我们把 释放 这个德量的七项修炼 把它综合一下 第一就是 展现周全圆满的智慧 当然这需要锻炼 瞻前顾后 借事来锻炼 多悉心受教 等等 另外 要多讲道理 就是精准地透过 语言文字来表达 天地间的意理内涵 另外还有自己 要战战兢兢 修自己 一定要 言以利己 战战兢兢 小心谨慎 另外 有一些要知道的 智慧 让我们知道 世间的各种凶险 知道人生的尊贵 知道修道是重要 知道人生的真相 知道生命的无常 知道精进的修行 很重要 好 不能只有知道 还要行 所以要花灰仁爱 第六点 要济世度众 化人间为净土 以这个为目标来努力 然后发大义勇心 适度牵下弥子 好 我们可以看出 这七项 它是一个很实际 你要在生活当中去落实 培养我们的智慧 多讲道理 谨慎小心 花挥我们的爱心 花挥慈悲忌重 度我们的兄弟姐妹 那种大义勇心 大义勇心 努力去化人间净土 这个是第一个 那个明德的殉忠殉 好我们已经把明明德都介绍完了 接下来我们要来到这个心明了 心明呢 总共有十二项义理 它的底信 好 我们现在了解一下那个传统的 大学 他在讲这个心明怎么讲 古本经文中的心明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汤之盘民 苟日心 日日心 又日心 商汤在灌洗 灌盘 那个盘子用来装水来灌洗 这个盘子里面 应该说有那个科有文字 叫做名词 这个盘 灌洗用的盘 刻了这个字 上面怎么讲呢 苟日心 日日心 又日心 如果能够把今天的污垢 今天就是苟日心 今天的污垢洗干净 自心 日日心 在天天把这个污垢 洗涤自心 又日心 如死继续不断地 把这个尘垢给洗干净 以保持身心的洁净 清新 我们可以看出 商汤很了不起的地方 他当到一个国君 他每天每天 连洗澡盆都 刻制来提醒自己 我不是只有洗澡 洗身体 我还要洗我的心 让我的心 的成垢 也能够洗掉 叫做自心 而且不是只有今天洗 天天要洗 那这样子才有办法 保持我的身心的 洁净跟清新 你看 连一个圣王 他都这么用心 洗澡盆都刻制 来提醒自己 所以这个叫做新民 康告也做新民 所以书经的康告篇上面说 这个是使人民改革自新 好 上行下效 国君都这样做了 下面老百姓也会跟着做 叫做新民 所以诗曰 周虽旧邦 其命为行 诗经上说 周朝虽然是一个古旧的国家 但传道文王 却能够自心其德 用德来化名 好 就说人 一个国家不是说 时间久了就是 变成好像 有很多的 这个 成就的老的问题解决不了 然后就卡在那里 他这里 其命为行 就是说 虽然这个国家传了很久了 但是呢 经常经常 有所谓的 上天赋予的心命 其命为行 为什么呢 因为 世故 经子 无所不用其 这个就是 有道的 金主 他在 明德 亲民 就是心民 这方面 他很用心 很用心 很努力 在做 无所不用其 就是用尽各种办法 没有一处不尽到 至善的方式来做 这样子 好 所以 传统的 大学 在这里呢 他告诉我们 心民 他是 讲到说 一个国家 那叫做 天命 那一个人 叫做 德化 那 包括 内心的那一种 洁净跟清醒 不断不断的 提升 今天的我要比 昨天我好 叫做 心 那明天的我又要比 今天的我好 那就明天又会更心 类似这样 不断不断的 越来越好 好 不过这样讲 好像对这个心 还是 不是非常 能够让人了解 所以到底 心民的心 是什么 意思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先来探讨一下 如果依照大协篇的阐述 我们好像看不出来 真正的心民 他的目的 到底是何在 到底在讲什么 因为 我们都知道 儒家是讲天人合一的 意思是说 人跟天必须 跟天德相合 就是合德于天 那合德于天 才能够找到回天之路 那要能够跟天合其德 那就必须做心民 这样的功夫 跟修炼 所以这个心民就 有很深刻的内涵 他除了要发挥自己 善良的那个 本心本性 叫做修善自己 而且要让自己 脾气毛病 一言一行一其动 都能够跟道相合 叫做修身 修身 也是修天德 因为道为体 德为用 天的德是最高的 最大的 人要效法天 就是要去学天德 也就是修这个德 如此才能够回归 灵性顾家乡 心民修身 都是在做 等于说 将来任母归根 回归灵性顾家园 很重要的 好 所以这里就谈到了 心民原来是在 让我们晓得回乡之路 这样子的一个 很重要的道理在里面 所以大学的心民 所要传达是什么 如何心民呢 在大学英文中 并没有很清楚的交代 对 我们刚刚这样读下来 读到商汤洗澡盆 上面这样写 苟日心日心又日心 又讲到说 用这样子来化民 其命为心 又将来讲天命的心 好 可是心民到底 要做什么 似乎 还不是非常清楚 所以先佛 到底怎么告诉我们 心民是什么 心民呢 原来简单的说 就是要将自己 知道的回乡之路 告诉给其他 不知道的人 让更多的人 都能够了解 并知道如何回乡 一起回到 灵性故家乡 其实心民 在这个地方 用一个最简单的比方 譬如说 我们都来人间 流浪生死六万年了 然后当年跟老母的约定 老母呢 天花老母垂液线 在末后的时候 这条金线降下来 让我们有一条回乡之路 不用继续生死轮回 好 那我们去佛堂 得到这条金线 回天之路 那只有我们得到 其他人都没有 那怎么可以呢 所以当我们得到的那一刻 就叫做心民 那我们也要帮别人心民 所以这个心民 除了自己 还要告诉更多更多的人 也要让他们知道 这条回乡之路 当我们知道了这条路了 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 人生的一个新的开始 然后这个就不一样 人生就开始走入一个新的 一个境界 可以这么讲 新的契机 好 这样讲也许还不是 非常的清楚 我们来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这是一个典故 那西游记的典故 这个典故可能 有一点点跟现实 跟实际我们听的西游记的故事 不见得完全相符 那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故事 很有预言嘛 他很有启发性 来我们了解一下 他说 贤障大师前往西天起经 他所骑成的白马 也只是长安城中 一家模仿里的一匹普通的马 那这匹马其实没有什么出众之处 只不过一生下来就在模仿工作 锻炼了很多 吃苦耐劳 身强体健 又从不捣乱 从小就在模仿长大的一匹马 好 那贤壮心想 西天起经路途遥远 去的时候要当做起 回来要背很重很重的经书 那我宁可挑一匹 忠实可靠 又耐操 耐磨的 然后又听话的马 所以他就到模仿里面去挑马 好 他终于挑了模仿里面的一匹马 那一匹白马 一去呢 就是17年 等到长生 回来东土了 哇 名满天下 变成传奇英雄 这匹马呢 也变成了大唐第一名马 于是 白马以警房乡 就来到了昔日的模仿 来看望老朋友 一大群离子跟老马 就围着这一个白马 想要听白马 讲西天 途中的所见所闻 以及今日的荣耀 大家当然就非常羡慕 白马很平静地说 各位 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只不过我被贤壮大师选中 一步一步 西气东回 你看 名师很重要 找对名师 人生就不一样了 他被挑中 等于说他 跟了一个名师 这十七年间 大家也没闲着 只不过你们是在门口 来回打转 他开始 启花这些 老朋友们 他说你们也没闲着 就像我也没闲着 这样子 只是你们在门口打转 那我也是一步一步走 只是我们走的是路 一样的长 我们大家走的路都一样长 如果一步一步算起来的话 也一样的辛苦 确实一样的辛苦 种驴子跟马都静了下来 是啊 自己也没闲着 怎么人家就功成名就 自己还是老样子呢 这话真的很发人深省 有人一辈子就这样 转转转转转 到最后 年老历衰 退下来 那就等着 每天每天就这样子 最后 生命就终点到了 就这样 一辈子好像 也没有什么 值得 发人 就是说人家说 要成功的人生 功成名就 这样子 就觉得 一辈子好像就这样 平白无辜的过去了 很多人基本上是这样子 好 如果你在房间里 一千又一千的走 你可以走上几百公里 但不管你走多少年 还是无法走出房间 这有点像人 在生死轮回中 这样转转转 六万年来转不出来 但是如果你知道门在哪里 你看 这个门要打开 窄门 那个 那个关窍 玄关的地方 就是门的地方 找到了 打开了 他也要找对人 找到民事才有办法 帮我们看 很快就能够走出去 好 有些人就是找不到那个门 就在一身都在那边绕圈子 一千又一千 我们就像那一些梨子跟马 每天也没有闲着 并不是我们不努力 而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而努力 很多人是类似这样 一天过一天 好 我们一生也都在受苦 人生真的是苦痛多 除了苦痛之外 并没有从中学到什么 似乎所有的人都绕不出那个签子 好 这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好 我们 一生也都在受苦 这最后讲的 除了痛苦之外 我们没有从中学到什么 似乎人都绕不出这个签子 你说 生命的轮回就是这样子 生生死死 生生生 有时候还四生六道 在那边转 所以需要有那匹马来告诉我们 也就是需要有人做心明的工作 好 什么叫做心明的工作 就是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的人 知道人生究竟道理的人 他来告诉我们 不知道人生道理的人 不知道人生究竟怎么一回事的人 需要有知道的人来告诉我们 好 那这个工作就叫做心明的工作 好 甚至还要帮我们能够跳出这个签子 要不然呢 众生的苦 自身所带的苦根 也永远跳不出来 所以如果永远跳不出来 那就需要一个懂得 帮我们跳出来的 这个叫做心明的工作者 来帮我们跳出来 好 那这个呢 有一天当我们受民事指点 其实有很多白羊天使都做这个工作 很多白羊天使都做这个工作 只是这个白羊天使呢 他也是要请你来佛堂 受民事一指点 最终还是要有民事来指点 了悟了 那就进入了心明了 心明 就好像变了一个潜心的人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接下来谈的这个所谓的心明的工作 就是做这个工作 到这里我们会发现 这个白羊大学 在心明这个部分 跟传统的大学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传统大学 因为他在写这个大写片的时候 那个年代还不是大开普渡的年代 说是单传独受法 不传六耳 所以很多道理不能讲明 所以那个年代老母的信息 都还没有传下来 老母的信息是到最 到了白羊起 大开普渡 我们才会很清楚 所以那个年代 所谓的心明 根本没办法跟我们讲清楚 什么叫心明 讲不清楚 所以 只有在这个时候 白羊大开普渡 我们对心明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会很清楚来了解 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 这个底训 它总共有十二项一礼 这个是刚刚信中训 然后从这边开始就进入心明 心明一开始是寒大仙 他来批 朔丰 冻秋草 编马有归心 狐宁久分夕 弥弥呼 至今 人情怀旧香 客鸟失故灵 世间久无奏 谁能宣我心 或许在读到 刚开始读到这一段 我觉得这个好像有什么典故 因为他就讲师捐 然后又讲到湖宁 湖人 又讲到边 这可能有典故 以示我们就去查 这是心明的底讯 我们就去查 先讲一下 刚刚那个政坛师 明德心明至善 是大协三纲礼 明德已经阐述告一段落了 现在我们要开始介绍新明 新明的底信有十二项重要的毅力 我们就先来探讨 韩大仙的政坛师 这个政坛师刚讲说 读起来好像有什么典故在里面 所以我们就去查 原来是魏晋南北朝时候 有一位叫做王战 他写了一首杂诗 他从当中取下来 然后有稍作修改 一两个字这样子 其实王战 他并不是一个很有名的诗人 所以他的诗并没有 有很大很大很多的流传 那韩大仙学问非常好 他既然知道了 然后引用了这个王战的诗 这刚刚讲的 他的政坛师 这个塑峰洞秋草 编码有归心 浮宁久分析 迷迷夫至今 人情怀旧香 客鸟似顾灵 时间久无久 谁能宣我心 我们对照一下 这个王战的诗 塑峰洞秋草一样 编码有归心 有 狐灵久分析 有 迷迷夫至今 中间这一段没有 王室离我心 书隔过山 称 往昔苍根明 苍根就是 一种鸟 好 就是苍根鸟 那 今来 蟋蟀饮 好 那 人情怀旧香 客鸟 诗顾灵 这边到这边都没有 那从这边就接了 诗间久不咒 谁能掀我心 好 其实这个诗 非常好 我们先了解一下 这个王战 他在历史上 并不是一个 非常有名的诗人 一般人都不会 很少知道 尤其 更不会去知道 这一首诗 哇 你看韩大仙 他不简单 他取的前面的四季 朔丰 冻秋草 编马有归心 福灵酒分析 秘密 富之金 然后中间 四季没有起 最后再起四季 因为中间这四季 是讲当时四季很昏乱 很昏乱 那个部分他没有起 然后就起最后的 人情怀旧香 客鸟失顾灵 世间久不咒 谁能嫌我心 好 心情怀旧香 鸟鸟 鸟生 以蟋蟀生 让人 觉得怀旧 然后 客鸟失顾灵 好 在他乡做客 所以呢 叫做客鸟 就是 如同一只 从 外地来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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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鸟一样 而且 他还做客 那个 孤孤单单的 这样子一只 那种 离乡背景 去到一个地方 然后很孤单 都不认识 像 像一个 孤鸟一样 世间久不咒 谁能 先我心 好 世间呢 是历史上 很有名的一个 演奏家 好 那 没有这个 很有名的演奏 演奏家来 演奏一起 所以呢 实在没办法 充分的表露 我那一份 思乡之情 好 本来 如果有 诗捐在 他也一起借他的歌 演奏了 一起 可以去 宣我的 思乡的情绪 就是没有 他没来奏 所以谁能 先我心 这个地方是在 讲他那个 乡丑 怀乡的 那一份心情 好 世间就是 春秋战国 时代很有名的 乐师 他弹奏的乐器 当时非常有名 那世间久无咒 意思是说 这么一个 优秀的乐师 很久很久 没有听到 他的弹奏 那 这么有名的乐师 听不到他的弹奏 就没办法 解我的哀愁 就是 解我那个 思乡之愁 所以可见 韩大师 这个 韩大仙 这一首诗 是很有根据的 然后 最重要是在讲一个 叫做 克鸟诗固灵 就是人情怀旧 克鸟诗固灵 这个 一方面 也是在讲 王湛自己 王湛他从北方 来到南方 因为魏晋南北朝 就是南北分裂 因为五湖乱华 所以很多 从北方都逃到南方 回不了北方去 那一种感觉 好像有一种 思乡 那一份心情 这个是时代乱吉 所促成的 西晋南迁 很多北方的人 就跟来到南方 所以心情怀旧乡 就讲这个事情 因为来到南方之后 就分隔了 然后就回不去了 克鸟诗固灵 但是人还是会怀念 怀念以前的家乡 可是先又回不去 所以好像一只 做克的鸟 做克的鸟像孤鸟 想要回故乡 就回不去 那是在讲什么呢 在讲我们 就像我们来到人间也一样 我们在人间已经六万年了 也像一只克鸟 不知要回故家乡去 用这样来形容 那一份心情 怀乡的心情 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只有韩大仙知道 他有那份心情 要怀乡的那份心情 但大家都不知道 那怎么办 所以要做心命 让大家晓得 也能够跟他一样 所以这里的韩大仙 就有点像 我们刚刚举那个历史 那个白马 因为韩大仙 已经修成了 衣锦还乡的那一匹白马一样 然后他来跟我们讲 跟大家慈悲 无悔是希望我们 能够跳出这个轮回 晓得回乡 不要一直在那边打转打转 也很辛苦 转转转转转 转不出来更辛苦 谁能宣我心 今天我们得寿明是一支点 知道还有个故家乡 可以回去 师故里就是懂得回去 借着王战的诗 韩大仙要描述的 那种怀念故乡 礼天故家乡的那种心情 借此来提醒我们 懂得回去 其实韩大仙就像 大唐第一名 我们就像那一些 在魔坊里面 转啊转啊转啊转 转不出来的那个 那现在要提醒我们 要懂得找名师 然后来指点我们 然后晓得回乡之路 跳脱 那个轮回 好 一方面呢 韩大仙借此来表达 我们 要晓得那一份 思乡之情 因为现在 没有师捐来演奏 所以我们 很难先谢 对不对 那韩大仙借此来表达 他那一份心情 无处先谢那一份思乡 就只能讲给我们听 好 所以我们这样 大概就知道 心明在做什么 你看这个心明的工作 原来这么重要 明德有点像我们自己 往内去开花 开花我们的内在 智慧得亮 心明就是要把它用出来 告诉我们的兄弟姐妹 我们在世间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我们将来要怎么办 要去哪里 要做什么 要找到这一条回乡之路 等等等等这一些 那个就是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工作 叫做心明 好 我们呢 就从这个心明的底信 来跟大家做个介绍 一开始的第一行 急目适逆 刚刚那个心明的第一行 急目适逆 时贤奋起 时贤奋起 留得以人 以道 人缘 留得以人 就是人在这个世间 最后都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那留下的是什么 留下的钱 人家拿去用 也不见得会谢谢 会感念你 那最重要是要留得 留得的话呢 人家才会永远永远的怀念 以道 整缘才能够留得 因为道为体德为用 好 急目适逆 急目就是把眼睛睁得很大很大 看得很远很远这样 看什么呢 看这个世间 看世间的众生 在水生火热 在水火当中 陷逆在其中 所以叫做天下逆 天下逆就要言之以道 所以实贤奋起 一个有智慧的贤责 知识就要奋起 奋起 就要努力起来 奋起壮大起来 而且努力的 奋起来救援 要言之什么 以道 然后天下逆言之以道 让献逆在水生火热中的 这些兄弟姐妹 也能够了解 像我们这样子 知道在人世间该做什么 这个叫做心明的工作 做心明的工作 就是做留得给人的工作 做以道整缘的工作 所以这个叫做心明 留得以人 以道整缘 那当然他有一个慈悲心 因为看到天下逆 所以就开始 做心明的工作 就是留得以人 所以我们要用道来 解救天下众生 这是在做留得以人的事 以后的人 就会永远怀念你 因为你留在这个世间的德 这个德是没有人能够 把你起而带之的 而且这个德 是唯一我们可以带着走的 因为生不带来死不带起 所有有行东西都带不走 德是跟天地同光 意思是说 只要天地存在 这个德就永远存在 除非有一天 我们这个世间 整个都没有了 人也都没了 而且一个不剩 如果还有人留下来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世间 就算这个地球没了 有人到了别的星球去 当然这是未来 也很难说 地球不适合人机 那你的德也会跟着去 只有这个 是永永远远 只要有人在 这个德性就永远存在 你看孔子 今天不管在什么时代 我们都还是要读他的书 就把这个爱 留给人世间的众生 天下逆言之以道 留得以人 留得以人 懂得留得以人的人 是最聪明的人 最有智慧的人 做这个工作 就叫做心明的工作 就是做以道整眼的工作 也是做散播真理 散播爱的工作 好 接下来 自立于民德 心明之道 自立于道 第二行 自立于道 欲职民德 欲职民德 名传心明 辖志彰显 名传心明辖志彰显 好 自立于道 就是我们今天刚好 很幸运的 遇到民师 就像那一匹白马 遇到的唐山藏一样 德寿明是一指点 懂得民德 可以点亮我们的心灯 这前面讲了 那我们不能说 自己得到这个好保 然后都不管别人 不行了 看到别人还在水深火热 还在献逆其中 就要言之以道 这个言之以道 就是做心明的工作了 当然要做这个工作 也要有眼大的志向 来彰显上天的德者 既然我们要言之以道 言之以道 当然要知道道的内涵是什么 其实道就是要把明德 心明这事情做好 这当中就有道 所以就叫做 一指明德 明传 心明 辖志 彰显 就把明德 心明的功夫做好 就有道了 这个就有道 好 那所以 心明在做什么呢 来到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慢慢 就可以清楚了解 原来 心明就是 首先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很大很大的慈悲心 那一份爱 要发挥得出来 为什么 要看到世间的人 因为没有这个道 都陷入在各种的苦痛中 现在人的苦 大部分是心 心灵的苦 物质上的 那种平滑的苦 已经很少了 至少在我们 台湾 日本 很多国家都是物质 高度发达的国家 当然也有一些贫穷 落后的国家 可能还物质上很缺 但是 大部分来讲 今天这个时代 苦的不是 物质的缺 而是心灵的空隙 所以我们要知道 世间人的问题 天下逆 逆在哪里 逆在我们心 找不到真我 那种 陷逆在 欲望中的苦 所以我们要把道 道 言之以道 道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就是做民得心民 如此才能够有 远大的志向 才能彰显圣人的 民民得心民的功夫 好 有道随料 家口阳先 第十七纪这里 有道随料 家口阳先 行焉准神 行焉准神 克己为先 我们要跳到这一行来讲 因为这边开始要做 民得心民 民得心民 一定要 讲的 道理 叫做有料 要真正能够把道理 讲清楚 说明白 有时候 很多事情都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这是谁料 很难料想 所以这里 先找到 为先 两个字才能克己 也就是克民进德最重要的 就要先找到自己 的什么呢 真主人 把真主人 让他能够当家做主 从这个本来是假人 改成真人做主 先管好自己 然后有道随料 家口阳先 这里就说 谁能够料想到呢 我们家的所所为 好事不传 坏事传千里 所以要把这个家做好 其实他这里的意思就是 教我们要修身齐家 家一定要做好了 所以 民德 他就包括 格物自知成义真心 修身齐家 道齐家 这个都是民德的功夫 然后 齐家之后呢 其实齐家也包括 亲亲心民 等于说 齐家就包括 心民的功夫了 只是他正在家里做了 所以 到修身 这个是代表 民德的内圣功夫 已经做好了 所以 格物自知成义 正心 修身 这个民德已经做完了 差不多已经 内德的涵养够了 然后开始呢 其实 齐家 是在修身的过程中 同时的 借着 齐家来锻炼自己 包括修身 包括正心 包括诚意 都是 其实这个齐家 就是一个锻炼 那锻炼在家里 其实就锻炼这几项 所以 这种心民的功夫 有时候跟 民德的功夫 是合起来一起做 一起做 所以 行焉准神 克己为先 所以进入心民之后 我们的行为 要有准神 就是要有道 一定要先 要求自己 要懂得要求自己 战战兢兢 就是行为 要有道 要有准神 克己为先 讲克己 就先 先要求好自己 不是等着别人看了 觉得自己很糟糕 然后来讲我们 那不行 所以要做 新民的工作 就要先做 民民德 民民德 也就是做好 格物 自知 诚意 正心 修身起家的功夫 要不然 家没做好 好事 坏事 都会传千里 人家就 就会看出 我们的德性不足 所以我们的行为 处事要很小心 要努力 并懂得克己 自我修持 这才是首要 所以 这边 在讲 新民 其实也把前面的 民德 讲进来 就是说 民德的功夫 后面的八条目 会讲到 格物之之 诚意正心 修身 那个都是 民德的功夫 但是 民德 也等于 是在做 新民 因为 我们是 到最后 要懂得 齐家 其实 齐家的过程 就是做 格物之之 诚意正心 修身的过程 这是 结合起来的 这个都是 内圣的功夫 好 时间已经 差不多了 我们再讲 这个就好 言以利己 一礼而行 有酒莫饮 笑傲养天 宜言利善 一礼行情 这个第四行 有酒莫饮 这一行 这个是在讲什么 讲 克己跟利己 因为前面讲到克己 克己就是自我要求 从起心动念开始 就要很小心 利己就是 我们已经做的事情 就要很小心 这个利己是 不好的事情 不要做 好的事情要去做 都算利 戒是 基本上戒 是规定好 不可以做的事情 那利呢 是规定好 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如果 必须要去做的事 没做 也算犯戒利 你说 看到前面 有人 需要帮助 跌倒 需要去帮助 或者是说 这个小孩子 快要掉到井里面 要去帮助 我们没去做 这个善事 好事没做 也算换戒利 所以这边的意思 戒本身是 戒不好的事 不要去做 利就是好的事 要去做 那如果好的事 没做 也算换了戒利 这样的意思 所以等于说 如果没去做 也算换戒利 意思是说 要严以利己 克己利己 都要 该做的事 就要去做了 不该做 就不要去做 好事 如果没去做 也算违背了 利己的功夫 不好的事 更不能去做 那做了 那就违背戒利了 好 那有酒莫饮 笑傲养天 所以这里就是说 像这种不好的事 杀到阴望酒 这个是人容易犯的 那所以这个行为 就太乖章了 喝酒 所以有酒莫饮 就是不要 这种行为上的乖章 这种绝对不要犯到 那一定要懂得谦卑 因为几头三十有神明 所以不要笑傲养天 这样子 笑傲养天就等于 很高傲的样子 甚至大口喝酒 大口吃肉 那种很骄傲 接下来就大刀砍人那样的 像水浒传那一群 兄弟好汉那样子的 那种性格 其实修道人 应该是胸怀慈悲 对人很谦卑 而不是像类似这样子的 如果那样子就很糟糕了 所以我们这边就在讲 我们要做心明的功夫之前 自己要先做好 包括家庭 要做好齐家 还有借力要守好 沙断云旺久 这些等等 自己的涵养 彬彬有礼的涵养 都要先做好 等于说要当一个白羊天使 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我想做就可以 还要自己的涵养 修养 各方面都要培养好 品德 学士 学问 各方面其实都不可以少 知识 学问都要有 修养 爱心 更要有 很多方面都要有 那这些呢 都是做心明功夫 心明工作的人 我们应该要注意的 好 所以最后 以言力善 依礼行浅 所以酒 会乱 会让人乱 乱性 有酒莫言 就是说 这个酒不只会伤志 还会乱性 所以叫做有酒莫言 骁傲养天 是太骄傲的样子 那些都不能去做 不要去做 应该严以利己 所以要严格的要求自己 管好自己 把自己的行为管好 所以这里都在讲修身 医理 医理行前 就是依照道理来 做人做事 因为我们要 做心明的工作 就等于说 自己要以身作则的工作 自己本身 一定要修养到一个阶段 才有办法带领别人 跟着你走 而且要先要求好自己 做好自己 要克己 要利己 才有办法去带动别人 跟我一样 叫做心明 所以心明的工作 不是我们想做就可以做 而是先自我要求 自我修炼 自我修身 这些都要先做好 克己 利己 这都要做好 不是口说说而已 是用行动表现的 以身作则的 好 所以讲到这里 什么叫做心明 慢慢的 我们就越来越清楚 那一般我们把心明 想成度人成前 这也没有错 但是古人 没有度人的观念 怎么办 那就所谓的心明 就是让一个人的行为 不好的变成好 一个不懂得礼貌的人 变成懂礼貌的 也就是让一个不好的人 改变成好人 这个就是心明 简单的讲 就是让人变好 各方面变得越来越好 那如果是法家 他可能会定各种的法律条文 违反就给你处置 因为佛家把法放在第一位 儒家讲心明 他是一个人 他会先去了解他 为什么会做坏事 原来没有把他教好 所以 儒家讲心明 他会先提倡礼教 礼业教化 把这些不好的习性行为 先帮他矫正 教化他 这个过程也都算叫做心 也就是狗日心 日志心 那儒家的方式 先教好别人 先教好人 那当时呢 你要教别人之前 就要先会要求自己 自己要先克己 利己 以身作者 你要教别人自己 本身一定要先做好 那自己先要求自己 把自己做好了 再来带动别人 要求别人 那这种要求就不会是口头上而已 而是行动 自己要先做好 那往好的方面来做 所以自己先把心明做好 才有办法去帮别人 做心明的工作 好的 我们今天就上了到第四个 下次我们会从第五 日暮图穷这个地方 再来接续 好的 那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